今天要做的这道菜 说实话要不是过年还真不敢吃 但是一年总要吃那么一回 这道菜叫甜烧白 有些地方也叫夹沙肉 如果没吃过的人 你可能会觉得这道菜看起来有点害怕 但是相信我试过以后你一定会喜欢的 第一步要先把糯米泡上 糯米要泡至少四个小时 首先你需要主料就是一大块这样的五花肉 尽量去买这样很完整的形状 它做法其实有点像扣肉 所以你在切之前一定要把这个肉和碗去对比一下 让它的大小是差不多正好的 首先要把肉放到冷水里煮熟 现在肉煮了差不多20分钟 如何确定呢拿个叉子这样插一下 然后里面流出来的水是透明的 不是粉红色的就行 倒出来 猪皮上刷点老抽 让它上色刷一遍 等它吸收一下 再刷第二层 接着要把肉皮煎一下 锅里放点油 但是油的量非常非常少啊 因为这一步油多了它就会爆很危险的 下着锅之前彻底擦干 很容易爆油的再次提醒 肉皮朝下 装活 今天锅里这个生爆得很厉害啊 但是别害怕 因为现在锅里头没有太多油 所以它不至于绷得到处都是 用你的夹子或者锅铲 把它压一样 把它受热均匀 差不多了翻过来看一眼 表皮上都均匀地上了一层虎皮 这时候我们过去加厨 让这块肉皮栽在水里头稍微煮一下 这样它就会起泡 然后变软 后面比较好切 现在反过来看一下 你就会发现它表面就是一层密集的小泡 这个就是虎皮 这样就可以了捞出来 然后现在这个肉很热嘛 很不好切对吧 我们要把它拿去冷冻一下 接着我们来做洗砂 这红豆是我昨晚就开始泡了的 它要泡到非常的膨胀 开始煮 煮开之后就转小火 这豆子需要煮大概两个小时 蛮费时间的 煮到这个红豆非常非常绵软 已经不成形了 可以来洗砂了 现在我有一碗清水 一个漏筛 另外一个漏筛 把煮好的红豆捞出来 丢进去 拿一个刮刀或者什么东西 在水里头洗 然后按压这个红豆 这个操作就叫洗砂 这样做出来的红豆砂 会比机器搅打出来的细腻很多 我觉得这道菜里头的红豆砂 就是要非常非常细 很柔滑 你用口感才好 虽然挺麻烦的 但是值得试一试 洗完后 豆皮都不要了 剩下下面的就是非常细腻的豆砂 所有的豆子都这样洗过一遍就行了 这个锅里头还剩下一点汤汁都不要了 因为这个汤和皮里头都是有色味的 现在这个洗砂我已经让它沉淀了一会儿了 你可以很明显看到上面有个分界线对吧 上面就是清水不需要的给它咬出去 只要留下面的豆砂 我们还需要给它炒一炒 把里头的水分进一步去掉 往里开始加糖了 炒豆砂非常讨厌耐心 但我还是喜欢自己炒 因为市场上买到的豆砂 大部分都非常油腻 我觉得这道菜 你用五花肉本来已经就够油了 所以我不希望豆砂以后有太多油 我炒到现在都没有加油 就让它保持那种清甜的清爽的口感 炒到这样你感觉它粘成了一整坨在锅里头 表面是充满光子很细腻的就好了 现在等它凉 现在糯米已经泡好了 用手搓一下能碾碎就可以了 把糯米炒一下 锅里放一坨猪油 糯米直接下锅 加一点红糖进去 这里加红糖或白糖都行 看你个人喜好 加水 水的量呢 差不多是正好跟糯米齐平 然后让它小火煮一下 盖上盖儿焖一会 水烧的差不多了就行 可以稍微炒一炒 米已经熟了 但还不是特别糯 甜味也正好就行 现在肉冻的差不多了 感觉已经有点淡硬了 就可以切了 这样冻一下切 它能切得更整齐 先检查一下 我这上面还带一点骨头 先把它去掉 切的是这样一刀下去 不要切断皮 再切一刀把皮切断 你就得到了这样的镰刀片 就像这样两片肉之间可以展开 但它没有切断 尽量的越薄越好 因为你要知道后面这块肉 中间会夹上豆沙 然后和糯米一起去蒸 整个就是处于一种油糖爆炸的状态 如果你在肉片再一厚 吃起来就会特别的腻 接着往里头可以塞豆沙了 刚炒好的洗沙放进去 你可以用餐刀之类的把它给抹平整 这样夹上 都夹好了 终于可以拿去蒸了 把肉皮炒下这样整齐地排在一个碗里 之前炒好的糯米放上去 表面抹抹平 拿去蒸 现在蒸了整整两个小时 里面应该已经非常软糯 扣过来试试 最后吃之前表面可以再撒一点白砂糖 这样这个糖粒它脆脆的和这个黏黏糯糯的糯米啊 猪肉啊吃在一起 就会有不同的口感 这套菜就完成了 糯米蒸完之后一粒一粒的完全分不开了 都黏在一起 然后肉呢是一夹就会碎 你要把它们两个混在一起 这套菜吃到嘴里哦 你第一反应是好罪恶 但是它给你带来的那种冲击感是像炸单一般 真的是一年只吃一次 但是吃一次能管一年 反正我觉得它是一道很有年味的菜 大家有兴趣的话在家试试看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